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新年我家园 欢迎收看3月7号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明年将进行台中市长及市议员选举 不过山县海县选区以及山地原住民议员席次 可能会进行变动 台中市选委会7号上午举行选区划分公厅会 针对第四选区厚礼议席便更入第一选区 也就是跟大甲大安外普同一选区 并且增加一名妇女保障席次 而山地原住民部分由于山地人口将突破2万人 也有望增额 台中市议员明年将进行选举 不过选区可能有变更 地理满金的部分 还有生活习俗 宗教信仰 治安的管辖 消费管辖区 还有另外妇女保障民人 台中市选委会邀及学者 明代党部跟区长等 进行选区划分公厅会 针对的是第四选区的一名厚礼席次 将变更纳住到第一选区 只是把厚礼害拿回去 我们厚礼人比小 所以我针对这一点 我要代表我们厚礼人提出严重的抗议 第一位选区又在那边 然后议员选区又在那边 完全都没有再重点在一起了 实在对我们厚礼人也不公平 如果选区来划分厚礼定到大甲丹外补 就没有一个人赞成 大甲丹外补已经是一个生活圈了 厚礼跟峰原也是一个生活圈了 我想事务过去的规划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个人就认为要照原案会比较适当 厚礼的这名席次原本跟峰原同为第四选区 如今将调整到第一选区 跟大甲大安同选区也连带牵动妇女保障名额 而这项提案在会中受到不小的反弹 当区议员们不分党派意见一致否决 而在山地原住民议员的部分 由于山地原住民的人口数差106人 就达到2万人的珍惜标准 星期次的划分分选区还是要维持统一 是另一大焦点 一个产生一个一眼的名额 这个是我们地方的意见 今天这些意见就会真实呈现 然后再来开一个我们台中市选委会 这一次的公厅会并非结果论 台中市选委会近期将在邀集委员讨论 来送交中选会才能得到最终答案 记者林家话台中采访到